我给您捎来了一些东西。 王老师吗?我是小林。 啊,小林,你不是到台湾开汉语教学研讨会去了吗? 我开完会回来了,昨天晚上刚到家,我回来的时候经过香港,到小赵家去看了看。 是吗?小赵好吗? 挺好的,他让我向您问好,还让我给您捎来一些东西,我想给您送去。 我过去去吧。 不用,我正好要下楼去,顺便就给您带去了。 那好,你过来吧,辛苦了,还麻烦你跑一趟,外边冷,快进屋来坐吧。 不进去了,我爱人还在楼下等我呢,我们要出去办点事。 我送送你。 不用送了,请回吧。 慢走。 二,快上来吧,要开车了。 下面的同学,快上来吧,要开车了。 老师,我不上去了,我到后边的五号车去,可以吗?我朋友在那儿。 你过去吧,玛丽怎么还没上来呢? 她忘带照相机了,又回宿舍去拿了,一会儿就回来。 啊,她跑来了,玛丽,快点儿,就要开车了。 对不起,我来晚了。玛丽,这儿还有座位,你过来吧。 请大家注意,我先说一件事。 我们今天去参观出土文物展览。 这个展览大约要参观两个半小时。 参观完以后,四点钟开车回来。 要求大家四点准时上车,不回来的同学跟我说一声。 听清楚了没有? 听清楚了。 要记住开车的时间都上来了吗? 好,师傅,开车吧。 老师,您到这儿来坐吧。 我不过去了,就坐这儿了,你快坐下吧。 老师,参观完以后,我想到大使馆去看朋友,不回学校去了,可以吗? 可以。 也。